哇 仰天长笑 今天要泡在灌篮这边玩 因为晚上要吃什么 而引发了争执 我想吃烤鳗鱼 他想吃火锅 所以就交给拳头决定吧 我是烤鳗鱼 你是火锅 石头剪刀布决定好吧 来石头剪刀布 赢了赢了吃烤鳗鱼去 就是这样吧 之前在华强北吃过 两位呢 哦两位谢谢 这家好像是灌篮湖新城新开的 跟华强北那家装修完全不一样 我新很多 这条跟我们先上了 这么多小菜 哇 仰天长笑 这个端上来还会扭头 原来这个鳗鱼兄弟 盯着我的腿 我得也害怕 这边有发生过那种 这个头跳上来的那种 没有 这动的 它不会跳 那我就放心了 那个神经还活着 因为不知道小时候看过什么东西 那个蛇剩了一颗头 那头会跳起来咬人 就很恐怖 如此凶猛 必须先把你烤了 不然我怕你咬我 就是我今天为此而来的烤鳗鱼 这个鳗鱼已经烤到焦黄 油脂已经烤出来了 裹上就要烧酱 然后再烤一下 好好地装到完了 它们这边是有配这个主菜给我们的 其实它这个皮的部分已经烤得脆了 吃烤焖油就很喜欢吃它这个皮 又焦又脆 烤了之后 裹上一个脆脆的海盘 肉又很厚 油香油香的 起很有胶质感 这盘烤焖油我觉得是真的很好的吃 海香芝士牛肋汤 这是菠萝牛小排 你看它加了两片菠萝 磊柿子 这个牛舌的厚度我喜欢 和牛里脊的雪花卷很漂亮 你的肉肉们就上齐了 还点了一个饭团 芝士玉米 这个芝士玉米 这个拉丝 玉米粒是那种甜甜的 甜香的芝士味 这个要趁热吃冷了 它那个芝士凝固就没那么好吃了 我们烤一个芝士牛肋条 不香呀 芝士已经咕噜咕噜开始冒泡了 哇 然后就是最经典的果芝士的画面了 它牛肋条是用比较脆嫩的感觉 吃进去的那种牛肉的奶酱 还有芝士的奶酱 芝士的奶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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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粘这个烧肉汁 我们烤这个菠萝牛小炮 你们看这个梅拉德反应 我看起来真的好棒 这个就要跟着这个菠萝一起吃 口口爆炸 而且酸酸甜甜的 吃点烤水果极仅油腻吧 你的菠萝和柿子已经烤好了 今天这个 我无力吐槽了我 我的狮子搞到这个酱里面 这了 还是要勇敢的尝试一下 好咸好咸 全是这个烤肉酱的味道 这个烤过之后是皮都可以吃是吗 不要不要 我刚才把皮都吃了 但是吃的还那种凤梨 我觉得就是烤过之后会更甜 而且那个水分会更充足一点 好爱的厚切牛舌 其实这个厚度是真的很OK 哇你们看这个牛舌 水嘟嘟的牛舌已经烤好了 全部都装到这个碗里 下一秒这个汁水就要爆出来了 有没有 点这个玫瑰银 这我确要你得入口爆汁 冰嫩这个烤的 入口爆汁 Bew一下 底肌的雪花就会比较漂亮 这个烤链就感觉它油震丰富了 这个就很适合包生菜吃 蒜片切得很薄 青椒 我一般还会再加一点泡菜 卷起来 看了我这家的新菜的 隔壁的装修 还有店的面积都比好像每个家大 现在那个炭烤红 它出品真的是蛮稳定的 毕竟是现杆的 它比较新鲜的 那个肉真的是够厚够肥 反正我每次吃都很满足 很满足的一餐 那我们本期的分享影片就到这里了 我们再见吧 拜拜